好 歡迎來到影迷小場戲 這次我們就講一個動畫電影 我們經常都講電影 終於回到動畫的主題了 我們這次講的是最近大熱的新海城新作 就是《靈雅之旅》 今天就有阿羅在這裡 又有Rita 不好意思 撞了聲 有小瑤在這裡 是 還有Thomas也在這裡 《靈雅之旅》 我和小瑤 其實應該算是最早看到的人 因為受了邀請 真的很榮幸 其餘兩位主持 最近才看 很快就看了 一出就看了 是吧 沒錯 我在星期六的時候就去了看 基本上就沒有參加優先場 不過她一上畫 都已經很快的 急急的約人去看 不過好的地方就在於 其實《靈雅之旅》 可能去看日本那邊的票房都很好 所以你看到場次都多的 所以基本上只要你想看 你去哪間戲院都看到的 我那個戲院 踏八有一場 我七點八看 等於八點有一尺 都很密閒 是啊 沒錯 但是我想問 我們開始給大家一個總結 聽聽聽 因為剛剛都上畫 可能大家都考慮看 又未必想知道這麼多劇構 所以我們總結了一個感想 然後才進入一個 總劇構的自由搏擊畫質 我想問一下 其實好奇是大家 就是《新海城》新作 大家會不會說都頗為期待 或者是很熱切想入場看 因為《新海城》那些旺跡都非常之厲害 這次還說有過百億日本日元的票房 超級厲害 我自己就 我說很正底 我第一次先看《新海城》的作品 但是以前那些都聽過他那個大名的 但是這次才第一次正式 叫做《新海城》的作品 但是《新海城》我覺得這次也挺好的 嗯 那小瑤你都和諾一起去看了優先場 那事先可能你都不是說很清楚 《新海城》的東西 那你看完整體的感覺如何呢? 這套《新海城》之旅其實比較特別的就是 但是我又 他日本說要上的時候呢 我其實是 挺想看的一套的 雖然我過往對《新海城》的印象麻麻 那因為其中一個吸引我就是 這首主題曲我很喜歡 《新海城》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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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很好聽 我會想入場去看的東西來的 那看完之後 我會說這套是唯一一套我看過 雖然我提升海城的東西不多 但是它是目前唯一一套 觸動到我的作品 好 那Thomas呢? 那我就忠誠的 我其實除了看那張《新海城》之外 我預告沒有看到 我故事大哥沒有看到 更加沒有看一些影評 然後就走進去看的 那我對這套戲的感覺都是忠相 那製作當然優良 阿成哥的出品 那故事上面可能都有一些說不明白的 或者看得不清楚 但是整體都穩陣的 那笑威也有一些 那都足夠算是好看的 我覺得 嗯 好 那大家都大概講了大家的想法 那為什麼我會把自己留到最後講呢? 我相信就應該 在我們這裡四個人來說 那我自己應該算是最不喜歡 這一套作品的一個主持 那其實我對《新海城》的那個感覺 其實是很複雜的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個歷史有少少悠久 那因為其實香港人你認識動畫 其實認識的動畫大師真的不多 那大家一定最認識就應該是龔祈進 那其實因為很多一些華文的傳媒媒體 那可能他們就會形容《新海城》為新一代的 龔祈進的接班人 那所以我對於《新海城》他的那些作品 其實我會不自覺可能會用一個 用龔祈進的那個標準去評它 那其實過去可能《你的名字》 還有《營業之亭》那些 那其實我會一直都會有一個感覺就是 就是《新海城》的東西 他的畫很漂亮 就是氣氛做得不錯 但是人物的塑造對我來說很一般 那去到這次這個《靈牙之旅》 它雖然是令到那個劇情或者是那個發展 是很從一個商業電影那樣去出發 但是它一直都是存在一個 我長期都覺得《新海城》作品有的問題 就是我依然都還是覺得 那些劇情人物的塑造很單薄 那這個就是我整體對於《新海城》這一套新作的想法 我自己跟你那個觀點都是差不多 就是對於這次《靈牙之旅》 那我就沒有得比較以前的 但是我會覺得很多宣傳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海報》 就是什麼尋找門後面的你之類 那你會覺得《新海城》 跟著她宣傳又打說很感動啊 要找一些東西啊 我就會覺得是不是有關於感情故事呢 又或者怎麼樣 那我覺得男女主角其實就 不知道為什麼可以走得很快 就是兩個人很順理成章地 很快速地就會結成了一個很深厚的感情 而且就去最終的大冒險啊 有些說服不得到我 就是為什麼這麼快就會這麼喜歡草泰君呢 那麼這麼快就可以捨身 不要僑命地去參與這個閉門洞 閉門的閉門司這個 就是拯救日本這個行為 我覺得是有些需要多些描寫他們的感情 我覺得快了一點點 我們都快了一點點 可能我們稍微介紹一下劇情 是啊 是啊 還有各位如果不想聽劇頭的聽眾 現在可以離開了 是啊 是啊 你都可以看完 你看完這套戲 然後再聽到我們一次都可以的 是啊 但是我們現在真的要到了劇頭的部分了 不過都是簡單的講一下劇情的大江先 那寧牙之類嘛 所以我們的女主角就是寧牙 那她是一個高中生來的 17歲的高中生 那其實她就應該是住在九州宮崎附近的一個城市這樣 那她在上學的途中就遇到一個在尋找門的青年 那因為那個男生很英俊 那所以她就不上學 就兜路地去找這個找門的青年 但是之後呢 就是神虛鬼蛙呢 就發現了一道呢 原來她可以 算不算是通過呢 可以看到一個 另一個世界的門的 類似黃泉的地方 類似黃泉的地方 那也都很神虛鬼蛙的 就解開了一隻貓形石像的一個封印 那就搞到那道門就噴了一些 叫什麼呢 就是叫幽隱的東西出來 而這些幽隱就會在門裡跑出來之後 就會造成那個地區的地震 如果你不及早這樣關門的話 那個地方就可能會因為地震而變成廢墟的了 那原來那個男主角其實來找門的原因 就是她在做一個叫關門師的角色 那她就是要在世界各地去找這些門 然後在災難發生之前就關了她 那類似是一個這樣的背景故事 好了 但是之後發生什麼事呢 那可能阿諾繼續說下去 之後她就開始劇構了 就是最後機會 最後一趟走路了 如果不想知道的 然後就是故事就是關於她遇見草太的時候 那她就放了一隻 好像是關西 負責震受關西的神出來 那一隻是鵝石 那一隻叫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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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變成了我們在圖片上 會看到那隻貓仔 大神 就是那個鵝石 變化出來的一個神 那這個大神 其實他的目標就是想去 關東那邊的鵝石 就引發起一場很大的地震 那就是鵝石 那就是鵝石 還有她在去關東之前 就把草太變成了一張椅子 那所以呢 那大家會經常看到圖片 為什麼是拿著一張椅子 就是因為她要帶著草太一起冒險 那所以她經常都拿著一張椅子 那這個 其後的故事就是關於鵝石 怎樣去和草太一起去 就是好像公路電影那樣 沿路又會遇到不同的角色 又是關於追著大神一路一路走 一路一路解決一些 就是有關需要關門的冒險 那最後就是關乎到 三一一大地震 那因為鵝牙的背景呢 和這個詳細其實是很密切的 那將最後草太又會 不是 草太又會有一個部分 就犧牲成為了一個耀石 那為了拯救她呢 那就鵝牙就 將地震啦 三一一啦 她的過去啦 她的回憶啦 所有東西連結在一起 最後呢 都是成功BBQ Ending 那大致上 即是劇後了所有的故事的了 那想知道大家是怎樣看呢 那我想說一下自己的感覺先啦 其實我覺得是 都幾聰明的 都幾聰明的 即是我一路看呢 就覺得她地震而已 那很普通的災難 在日本來講 經常都有發生 那但是我看到她套戲 好像是兩個小時 看到她最後最後 差不多大約半個小時 我還真的要開估菱牙的過去 去撿到那本《日記》 揭開3月11日 然後全版都是塗黑色的 一條條的間條 那一刻我就馬上聯想到 原來她的故事是想列去 即是現實世界有發生的大災難 當下我就覺得很震撼了 即是我以前是看了那麼久 半個小時是完全猜不到 那時候就覺得叮噹 覺得很厲害 都很聰明 我又沒有那麼驚訝 應該這樣說 見到《311》這個字 我未知去到一個很驚訝的位置 而是內心其實一直都在想 是不是關事呢 是不是其實 是想說回12年前 因為其實她真的 現實世界這個時間 十二年前311 關東大地震 東北大地震這件事呢 因為她一直沿路上去 還有 去到有一個位置 是 令亞下了車 其實她都是往東北那條路的了 下了車然後草台的朋友 忘記了是誰 就是神木龍之界配那個 神木龍之界配那個 跟令亞在一個類似小山丘的地方 說原來這裡都很漂亮 想不到也有這麼漂亮的風景 然後令亞的反應說 你覺得這裡很漂亮嗎 她是棉色一沉的 那一刻開始想到 是不是在說那些呢 所以去到三一族 真的是 對我來說的感受 就會是這樣 嗯 因為你去過 或者如果你本身 因為我講多一點點 因為我其實一直 之前跟Rita 那時候 或者洞肺的朋友說的時候 我都說 你本身如果你越近日本生活圈 你對日本越了解 或者你對東北本身的地方 那個感情是比較深 你認識得比較多那邊的人 去得多那邊的地方 你看這套電影 你沿途的風景就會發現 是 是 咦 好像是 一路去到一路就領著你 咦 是那件事來的 這樣 所以你一直在說 如果你對於那個日本地區 是更加有連繫的話 那你就會越能夠 待入到當時那個主角的心情 所以你就是講這些 是啊 因為你是一路沿途往東北去世 因為原來他是上東北 一路走著 咦 你是上東北的 然後條車是上東北 然後一路的風景 各樣的東西 你內心就會有一種 是不是呢 那一種 還有你的地震 咦 為什麼令我面色一層 為什麼你好像那些人 覺得那個風景很美 但是你對於東北生活的人 你覺得這裡很美 但是他曾經不是這樣 那個面對那個災難的 現在他很鄉村 好像很復原 但是都不是 他回到12年前的那個樣子 因為寧雅當年都是受災者 是啊 還有我想當年很多受災者 現在都是還在那裡 都是在看電影 會有很多不同的感受 嗯 本來你覺得是會再特別一些 比起其他人說 是啊 所以如果沒有這個 這樣的想法的時候 純粹 我會好像阿樂所說的 地震就是地震 震震不會死吧 是因為我對 尤其是譬如電影 我沒跳太快 因為電影其實它譬如很多地震的警暴聲響 我都會有一點點 判斷到我 這件事是 嗯 是啊 就是電話是這樣響的 是啊 是啊 那種警暴聲響 你隨之以來會帶來那種不安 或者現在大家好像 這個可能最後一點點才說 因為它電影裡面 有些訊息 我都會覺得 嗯 我感受很深的一件事 嗯 好 但是對於我來說 因為其實我真的 只是喜歡日本的文化 可能日本漫畫 日本的電影等等 但是我真的沒有說 是很 就是很去日本的生活 這樣 那所以如果是我自己 單純去看這一套戲 我真的當是一套 我真的沒有任何背景的包袱 這樣進去看的話 那我只是會覺得 有幾個位置 我自己看得不是太舒服的 就是譬如可能是 第一件事就是 就是你首先你推了一件事叫關門師 就是我們的男主角 草太他的那個真正的身份 但是問題是 我會覺得那個過程中 好像那個關門師的過程 不清楚 就是不清楚是什麼呢 就是可能它如果要關門 就是要阻止一場地震發生的 那它就要很辛苦的關門 但是沒有人幫它的 就是他們是 就是意思是 可能我會期望關門師是很少的 就是很少人能夠看到那道門 看到那隻怪物 所以它的人數很少 跟著之後它關門 好像每一次都是很辛苦的 但是問題是 有些是辛苦些 有些是沒那麼辛苦的 譬如可能它第一次關門 就是在那個很濕的廢村那裡 那它就自己一個人完全處理不了這件事 然後第二次是一間學校 但是靈芽一個女孩是可以推得動到門的 第三次在那個摩天倫那裡 那其實基本上不用怎麼特別推的 它還有力去扯回靈芽出來 那還有再加上就是念咒語那裡 就是為什麼男主角就要念咒語 但是女主角好像不需要特別念咒語 或者只是念一兩句就夠了 那就是好像 我會覺得 你的設定不清楚 所以之後呢 因為隨著有劇情的發展 就是要講一下靈芽 可能要由東京那裡回到老家那裡 跟著就去找回她小時候 不闖的那道門 那我會覺得很confused 就是其實我會作為觀眾 我不明白靈芽想做什麼 就是意思是 我不知道那個通關條件 就是好像打機那樣 我想知道那個通關條件 但是那個通關條件不確定 就是有時候容易些 有時候難些 有時候門在那裡 就是我覺得 去到中間的時候 我的感覺已經很失去 就是我不知道究竟 那個主角的心境啊 那個目標啊 究竟有些什麼條件 有些什麼付出 有些什麼覺悟 才可以去救到男主角出來 那這個我覺得 所以我代入感 不是太良好 我補充一點點 純粹我理解 我不知道有沒有理解錯 因為為什麼靈芽最初 推開那道門這麼輕鬆 因為純粹推開那道門 那道門是沒有事的 關到門的時候 就是最初第一次 推開那道門 是看到那個 那個像王泉的地方 那道門就沒有事 那道門之後 為什麼會變得這麼 有幽暈出來 或者這麼兇險 不是因為有天 因為靈芽自己拿開了一塊石 接著那塊石 變成一隻貓走了 接著那些幽暈 才是很兇 就是可能有一個位 發現一個鬆動的位置 就兇群而出 所以那道門才特別難生 我不知道有沒有理解錯 這一部分 但是問題是 開到第二道門的時候 其實李鷹是每一道門 是不是李鷹都會有一隻 有一隻石像 接著它封住那個位置 應該只是讀東西而已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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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想補充一下 阿樂說的那些東西 其實我理解 純粹 大臣其實不是想搞事 他除了想自由之外 他不是想特別搞事 大臣去不同的地方 是想印 寧雅和那張椅子 一起去封那些門 其實 他是預告那些地方有災難 而不是在那些地方引發災難 那他是想 他想找看見的東西都是真的 他是想男主角幫他頂住 做定石的位置 要石的位置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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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可能我 我怕錯了 我經常覺得 他是 把大臣的角色 真的有一點點 投入了貓咪的性格 他就很想 他有說過想陪寧雅玩 那我陪寧雅玩 就是靠什麼呢 就是靠我賭彈 我去搞一些東西出來 讓你去收拾 這個就是他們玩的方式 那所以呢 他就會想到 啊 我去關東 拔了另外一塊藥石出來 那就逼你一定要陪我玩 這樣 靈牙一開始都是這樣想 是啊 我想最初那個故事 開頭帶的是這樣 但是譬如想到去最後的時候 靈牙都說 原來你是想一直帶我上來的 就是會覺得 他只是一路帶她去那個地方 然後引領她去三番道姆 還有有一點點是 打開靈牙本身 這麼多年來的一個心結的東西 這個是他一路引導她的一件事 但是那個設定上 鑰石要多少粒 不是一道門一粒的 他不是 他只是東西各一粒而已 是嗎 只有一個地區一粒 不是不是 整個日本只有兩粒 一東一西 一東一西 這樣就夠了 是啊 哦 哈哈哈哈 所以他不是只有兩隻貓 是啊 是啊 他只要一東一西而已 我反而不是很清楚 左大神的角色是什麼 就是大神我也明白的 他想做零二隻貓 然後找零二隻貓 然後引領他們三番 還有 慢慢把零二隻貓 變成鑰石 但是我不明白 左大神為什麼 會突然解放 是啊 還有還要是那個 因為之後呢 是有說到 阿草太公公 然後他公公 不是看到一隻 左大神的 那次 但是為什麼公公不怕的 就是你沒有了一隻 意思是你沒有了一隻 鎮石的鑰石之後 另一隻鑰石都沒有了 應該是世界沒有 這個我又覺得很日本那種 你有一點點 那種純認自然是也沒有 就是如果你兩者出來 可能你某 就是他們可能都會推算 有些去到這個時刻 你會有些事情發生 那譬如他都說 草太如果overcome 就overcome overcome overcome 不到的話 這個都是他的命來的 是 就是當中 如果那天左大神不出來 所以呢 南諸葛已經變成了鑰石 那其實是應該穩定的 但是我 因為之後 左大神又想阻止那些幽隱 那所以我不明白 左大神走出來的意思 是啊 沒錯 其實你本身在這裏 是頂多一陣的 可以 是啊 是啊 還有再加上就是 你之後 左大神的意義很不明 就是為什麼他 你說普通大神就喜歡靈雅而已 但是左大神是沒有任何目的的 沒有任何 就是那個角色的設定 那個意義是沒有的 是啊 這個位置我用的奇怪一點 啊 所以我就說 那個設定很奇怪 就是我不明白究竟 還有再加上就是之後 其實這個劇情呢 就因為 靈雅要由東京 慢慢的 逐步的去回 他以前老家的位置 那個過程就是很輕鬆的 又聽超和歌啊 又吵架 搞到那些旁人 以為他搞大人的肚子 那些 那我就覺得 為什麼好像那個時候 不趕時間 可能是有時候 前期好像很趕時間 啊一人出來 趕快要關門 就是 賜喜比樂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去到後面的話 好像一點都不趕時間 這樣 雖然只有一個要整 那些幽忍好像 突然間 很乖 很乖 這個也是的 但是 它突然間開了門 起回那個世界 又突然間很動盪 那些幽忍 是啊 是啊 沒錯 這個位置 就 有一些親海性 一向的電影的問題 就是 那些 那些脫漏 或者漏洞 又不是很嚴重 但是你立身 就會有些 令你覺得 不太舒服 我覺得過去 那兩部電影 都有這些位置 沒錯 就是可能這些 還有 最重要我是 不知道 那個通關 通關方法是怎樣 就是這樣 可能是我知道 令牙 現在全世界只有你一個 可以解決這件事 只有你可以救到草太 那OK 那沒問題 那我要肩負 要救我最愛的人 這個 其實我想說 令牙和草太這對關係 我都有很多吐槽的地方 但是 我會覺得 當我要為了救我愛的人 所以我要做了所有的事情 什麼都好 怎麼說呢 我覺得那個感覺 不夠強烈 你明白嗎 就是那個 忽上忽下的感覺 很嚴重 譬如說 譬如說 因為草太 其實變了一張椅子之後 其實她已經開始感受到自己 可能是要取代大臣 去做那顆耀石 但是問題是 跟著 就是阿玲牙 就是對著 意思是 看到那些憂隱已經成形了 只要她跌了去地上的話 她就會 她就會大地震 這樣 就 退換拜雅了 這樣 這個就是阿玲牙第一次做的決定 是吧 然後 跟著 阿玲牙是覺得 要為草太 要被犧牲 跟著之後 這一次就是救整個東京的人 她的想法是這樣的 跟著之後 大問題是 她去到那個叫做 新的那道門進去之後 她就是去救阿草太的 跟著之後她去救阿草太的時候 那時候她又好像不太考慮 會不會搞到 會不會搞到有些憂隱出來了 那個地方是她的老家來的 坦白說 我會覺得 你東京都是 個個都不認識 個人你都不認識 除了勤澤認識之外 她個個都不認識 但是問題是 你回到自己老家那裡 你又想在自己老家 引發第二次戰爭 她沒有 她其實 她只不過是一命換一命而已 是呀 她想頂世做責任的那個位 是呀 是呀 她沒有 那你有左大神在那裡 因為她現在 左大神 她來到其實她都在戰鬥著 就是左大神都是其中一套 她會兼顧自己責任的用 現在都只不過是她想自己一換一而已 那麼誇張 那好吧 當這個是她的目的 意思是 我可以為了我愛的人犧牲 是不是 不知道啊 為什麼呢 可能 如果這樣解都合理的 就是她想用自己的命 去換她最愛的人的命 見到她的一面已經很夠了 但是我覺得那個感覺不夠強烈 譬如可能 因為現在搞到是生離死別 但是之前的鋪墊 我覺得還是很柴蛙蛤 沒有那種很深的接觸 令到我覺得那個男女主角 真的很喜歡對方 所以可能我 可能在情感上 我覺得很麻煩 我有一個朋友 有一個吐槽 就是說 其實你姨媽養了你十幾年 是啊 沒錯 但是你這個帥哥 這個朋友 認識了幾天 你就因為犧牲 其實就很令人 那感覺很奇怪 那因為你帥哥嘛 一見忠誠 我想這件事 其實如果要繞的話 就是講回 因為講回是她那個情感 雖然很遠 都是強行來的 但是你真的要繞的話 是講的 她的情感不是講的是 這幾天 或者見到那幾天 或者是在沿途 雖然她是一張椅子 但是都是一個交流 情感的交流 去鞏固她家的心 而是她其實在門裡的時間 是永恆的 就是那種空間 在永恆的時間 在永恆的世界裡 她們已經是曾經見過 和曾經經歷過 只不過是 忘記了 沒有了這個記憶 然後現在這個時間點 再遇見 再一起去 這個無險的旅途 所以 她們的 建立的感情時間 不僅是這段 而是 很老套地說 那種 所謂名中注定 之類的那種東西 對 你要繞就是這樣繞 或者她要表達的是這個 我會這樣去看 當然 如果你說 類似的感覺 我會想起 就是哈爾移動成譜 你記不記得 就是可能 那個結局就是說 蘇菲進了門的時候 見回小時候的哈爾 其實哈爾一開始 出場的時候 就是說 我找了你很久 那個就是 我會覺得 嘩 嘩 終於 可以見回了 命運中的巧妙的相遇 但是這裏 就沒有帶給我這種感覺 就是反而是一些很 是啊 就是那時候 阿姨問她說 你們的關係是怎樣 其實阿玲牙都還是很 很害羞 都還是那個階段 都沒有自己三文海誓的感覺 那所以 我覺得 在一個情感上 我會覺得 理應 就是如果是按照常理 就是你對阿姨的感受 應該是要再 再深厚一點點 還有再者 就是我會覺得 相比起《上次天氣之子》 《上次天氣之子》 我會覺得 其中一個 令我覺得 都很驚訝的一個情感 就是 因為那個男主角 是為了那個女主角 跟她說 其實你不需要 犧牲自己 來去承傳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 就可以去水浸 浸個城市 我們都是這樣生活的 我們沒有必要為了這個世界 而去犧牲自己 所以我覺得這個訊息很棒 但是 這次 算是快樂 但是 反而 我覺得 反而沒有《天氣之子》 那麼漂亮 你們會不會有類似的感覺 還有 Tomas和阿萊 你有沒有看到《天氣之子》 有看到《天氣之子》 我認同你的說法 我覺得 可能 主題不同 我覺得 這次的主題 可能是比較想 有些 自欲向的成績 所以《天氣之子》 就 沒有那麼複雜 我也是有一點想 幫日本人走出 不同 在地震災難的一些陰影 所以 你會看到 其實 也有些人會說 其實那個女主角 在圖中 遇到這麼多好人好事 其實 你會不會想得 這個世界太簡單 呢 我覺得 基本上 反應 一些 災後日本人 那些互助精神 所以 你會看到 是的 這樣的好人好事 那 他 這件事 是沒有想《天氣之子》 那兩個男主角 那麼個人 我也覺得《天氣之子》 那兩個男主角 那些 林寶個人 但是很棒的 我也認同 但是 但是這次的取長 可能有一點不同 那個作法 是的 這個我看法 我認同這套作品 其實是幾 真的給 311 尤其是經歷過 東北 311東北大地震 日本人 一種 叫做放低 然後再重新出發 去的 一件事來的 嗯 因為 譬如剛才說 那個地震余報 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看到 在電影裡 第一次響的畫作 在九州的時候 大家都是響 但是你看到 學校 或者老師 其實全部都沒有什麼反應 大家對那個地震警暴 但是明明有很可能 有大地震發生著的 那件事是 如果在零雅眼中 他看到 有人在下跌 然後在東京那邊 其實那個警報 都響得很厲害 而萬一真的下跌下來的話 是整個東京會全滅的大地震 但是 大家都好像 沒有什麼 那是 一直上 故事上 上到 東北的時候 那 最後 他們成功 封印了 那個 憂忍的時候 草太 那時候 說了 他的對白大概是 他們可以成功 可以封印到 這次的憂忍 都是因為 有一片大地 大家 過去的回憶 過去的日子 所守護的 但是 如果大家 完全是 忘記了這件事的話 其實 都會隨時再次發生 某程度上 都有些少少 說 畢竟過了十二年 大家 對 地震那個 警惕 其實 沒有當年 剛剛 311過後 那四五年 那麼緊張的事情 尤其是 你九州 其實他都在沿海地區 他隨時 其實是會開笑的 大家的警惕心是低了的 我有少少少覺得 都會想說 避免一件事 就是大家其實都不要完全性 這麼放鬆的狀態 雖然地震日本是常態來的 但是 都隨時有 下一次的機會 這個放鬆意識 都要隨時都有 但是 同時 經歷過東北大地震的朋友 在 畢竟十二年過去了 有一些事情 這個傷痛 其實 都是時候要放下 是的 這個世界 繼續前進 還有 靈雅 很好很好 地生活下去 而不是過往 繼續被 她媽媽無情情地走了 這個 用陰力困住了自己 而事實上 她的結局 都是想說 真正拯救自己的人 就是她自己 就是執著於過去 不會令到過去的自己 前進度 是的 是的 我想說 就是剛才聽到小瑤這樣說 突然想起 其實她有一個點 我是覺得她做得很好 因為她 可能她 就是 剛才有說過 可能她的 idea 沒有天氣之子那麼強 那我自己會覺得 可能她真的連結了一些 現實的災難 她真的必須要照顧一些受難者 或者是其他親屬的感受 那她所以 整套東西會更正面一點 又或者是 沒有惡人 或者全部都是善人 那樣 其實有一個位置 都想想想 覺得她是做得挺好的 就是她關門的設定 因為她說 除了要念咒語之外 你作為關門的人 必須要回想起那個地方 以前所有事情 這裡的人發生了什麼事 這裡的人怎麼生活 然後才會成功用那條鎖匙來生活 那因為這套東西 其實就好像一套心靈雞糠 那樣 我覺得她有些訊息 她想告訴大家 雖然 這件事是很可怕 但是 要轉向同時 都要 就是 將這段記憶埋藏在心底 將當時可能受傷 或者是 走的人 都在記憶的心底裡 記住他們 就好像他們關門之前 那樣 我想一想你們是OK的 但是 這件事關門之後 就完結了 我覺得這個設定 其實是 可能呼應了她的中心思想 那樣是 提醒大家 一件很不開心的事 但是 你都要繼續移動 就是可能紀念下都OK的 但是 這樣 我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她是說這件事的 就是 你不是要完全是 遺忘了那片土地 因為譬如是 講的是 寧雅她自己本身 你可以說她很小 也可能因為 同時也都因為創傷 她是選擇去忘記那段過去的 她日記是屠黑了 那段日子她是不要的 災難那段時間 但是你要去移動的時候 還是要接受 去感受這件事 然後 完結了它 之後才可以向前走 嗯 那如果是的話 可能 我會覺得 如果日本人去感受到這件事 當然是好 那只不過是我作為 如果是香港人 我沒有這些那麼深的感受 我就會可能 我是看你的設定來去走 就是我不是因為 有一些背景的資訊 然後去 使得我理解這個作品 而是我就這樣看 那個過程 就是看那個劇情 我會不是很理解那個傷痛 是有多麼深 就是可能如果你說 只是看這個故事 你想說 你想傳遞的訊息 是想大家去紀念一些這樣的災難 那些什麼 OK 沒有問題 做到的 那你可以怎樣去安排這個劇情 可能就是說 草太的祖先 阻止不了東北那次的災難 就是譬如可能 他真的 說了一次 草太的 跟著爸爸去看 但是他爸爸竟然 就是為了去阻止一道門 犧牲了 但是都不成功 那就搞到大家死了 所以這次呢 就是我們一定要攜手去完成一些 我們以前上一代 沒有辦法去執行到的責任 那我會覺得整件事很 就是會合理很多 就是很合理 就是能夠圓滿了一個人徹這樣 但是如果你就這樣 我看這一套這樣的故事 我就會和阿樂 一開始所說的就是 那地震就是地震 Let it go 或者科技這件事搞定呢 就是我不明白那個 我不明白我如果不履行責任的後果是什麼 就是我作為一個普通的觀眾 我不明白 我不履行責任 又或者是我不肯死 我不肯犧牲 會造成什麼什麼什麼問題 什麼什麼結果 就是所以令到覺得那個劇情的衝突 那個struggle不夠強烈 就是沒有一種那種二選一 很難抉擇的那種感覺 令到劇情去到高潮的感覺 我想這個其實都是我之前 我看完之後 我自己都很crash 如果你本身 有說你的生活 不是很日本圈的時候 你是這套電影 你可以 你的感受會有多深呢 因為我去看的時候 其實我中段已經在哭了 我真的出腳都很厲害 因為 我會馬上想回 在我十二年前地震的時候 我面對的所有經歷 我自己都 雖然我不是在日本 但是我真的很多很多朋友在日本 然後十二年前的時候 其實通訊沒有現在這麼發達的 就是你不會是 那時候十二年前 你還沒流行WhatsApp 還沒流行Nine 我跟日本朋友的通訊 是在說 他們可以手機收訊 但是是用電郵 所以我是用電郵傳過去 你不會即時 我是用了很長時間 我才可以確認 我所有朋友都平安無事 是 那種 然後每天看新聞都很擔心 很害怕 自己認識的人 自己照顧過自己的人 是怎樣的 那作為一個 其實我只是在香港生活 但是我生活圈比較近日本的人 都這個感受 所以我看完之後 我就很明白為什麼日本這麼高票款 因為看得到日本人 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心靈雞湯 也都是 畢竟這個傷痛 對整個日本人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傷痛 是的 那Thomas呢 對於這裏有什麼看法 如果你沒有特別對日本很強的感覺的話 會不會有什麼想法呢 其實我感受就不深的 那我都是當一套很普通的 就是當一個正常 正常的作品的心態去看 那雖然我對地震 或者日本的了解不算很深 那我也很喜歡說一些地震 或者災後的人的心情 那我覺得就 然後 他用一個比較輕鬆的手法去表現 我都很喜歡他中間的一些設定 或者照位的 是的 就是他又不是很沉重說這個話題 就是 很喜歡這隻貓 很喜歡 那個靚仔變成椅子 我覺得很開心 對我來說 是的 很開心 是的 我不用整套戲都對照個靚仔在那裡搓 變成椅子 我現在做法是非常之好的 是的 是的 那還有 是的 就算我不是一些受災的人 但是我看到那個 女主角撞到不同的好人好事 撞到兩幫幫助的人 那那一部分我都是受到治癒的 是的 就是我自己看的感受 我一切都 有不同的壓力 或者都會撞到不同的壞人 那我看到一些人去 這樣互相幫助 還有日本人我會容易接受這些用品 我會是看得次的 但是很有功能性 你不會覺得那些人 可能是他對於那個 是的 但是你會看回 其實你那個好人好事 發生在 是在 沿途在九州 其實都是在 近廣道那些地方的 去到東京的話是冷漠的 其實是很日本的人性來的 很日本 很日本會遇到的東西 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 去到東京其實很冷漠的 那些人他都反映到 但是你是 他第一個遇到第九州四國 跟著想去的都是廣島 他真的很激情 和很友善的 他們是 越鄉下的地方 他們真的很擔心 和很友善 很願意幫你 我不介意有這樣的事情 我不是懷疑 可能日本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人 我不是這樣想 而是 我的關心就是 我覺得 那個劇情很斷裂 就是我會覺得 他們是和地震無關 和主線 和那個人物的建立無關 就是他沒有通過 遇到這一幫人 而突然間有些成長 就是他們主要都是 做什麼角色呢 就是接送 比如第一個 那個賣吉那個女孩 就是又是送去 送去車 然後那個酒館的阿姨 又是送去車 阿勤澤也是送去車 就是主要好像那幫人 不會深化到那個主題 單純只是好像 告訴你 他是一幫很好的人 接著之後就負責去送 送主角去任務地點 但是這些人的 就是和那個主題的 我又覺得好像不夠緊構 就是令我對於這些人 又或者是他描述 這一幫人的時候 不夠深刻 就是可能勤澤很深刻的 但是你說是那個 一開始賣吉仔的女孩 還有之後那個酒館的阿姨 我會覺得 我真的可能 要看回那個wiki 我才記得 是有這兩個角色 就是不深印象 覺得這兩個人 人物 我又不會 是 好 我覺得 因為某程度上 他有點沿途旅行 你沿途旅行 就遇到一些人 一些事 就是這樣說 是不是心裡很需要 我一定要有什麼成長 出嫁 我又覺得不用了 就是這件事就是這樣發生 好 如果他做到你說那個 你也有不同的成長 當然是更加厲害了 或者看不同的公路電視 有時候也會有些什麼角色的 我覺得他做到一個自然的效果 或者當作表達那個地方的豐富人情 如果 我又不會特別要求他說 要有一個更加大的功能性 我都接受到的 不是那幫人的功能性 而是 有時候一些相遇 是更加能夠表現到男女主角的性格 和他們的感情 其實所謂的公路電影 其實主角永遠都不是那幫 在街上看到的人 而是 這一個 這一個男女主角 在遇到這一幫人的時候 他表現出來的情緒 表現出來的行為 是令到我們對於男女主角的性格 會更加長 所以我嫌的不是那些配角 反而是我覺得 那個劇情的推進 沒有令我對於男女主角的感情 和他們的性格 有更加深切的體會 我想說這裡 我和Mita是一樣的看法的 因為我其中一個入場的原因 就是有伊藤沙利 他配了做酒館老闆 其中一個角色 我入場的時候 都不停等他出場 很期待 到後來發現 原來只是提供三餐一宿 和接送服務 我就覺得有點失色 因為其中一件事 我會覺得 玲牙好像 不知為什麼 就很願意去捨身 去不要條命 去為這個 關門的事業 去貢獻 去做這件事 我會其實想 如果他當然可以把 沿途遇到的人 去強化他這個意念 可能中間有些劇情說 咦 為什麼我也要這樣做呢 有些搖動 有些質疑自己的時候 其他角色可以強化他的信念 這樣會出色很多 現在就是 接送給地方他洗澡換衣 這樣就好像沒有什麼作為 例如我當作舉例 如果我要令到 寧牙的行為更加強烈 譬如可能 他就是要犧牲草太 來去保護東京 那一段 譬如 Olesi是這些角色 因為要找他 或者幫他 來到東京這個地方 如果 萬一 這些對我這麼好的人 我只要是 如果 我如果 不讓草太犧牲的話 我就會害這些人 當阿姨都在那裡 那我就會覺得 寧牙的 struggle 是平等 我又覺得 太over了 如果對我來說 太dramatic 是啊 譬如你說 沒有什麼也不是 但是 譬如好像送金 送金 應該開餐館的那個女生 在九州那邊遇到 四國那邊遇到的 其實 都很輕描淡寫地說 其實我都不知道 寧牙你真的在做什麼 但是我覺得 你都是在做一些 我覺得 你都是在做一些 很厲害的事情 那都是相信自己 就是 這件事都是令到 寧牙覺得 我要信任自己 然後繼續走下去 然後走工的阿姨 其實 大家都有曾經離家出走的年紀 不過不要緊 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其實很輕描淡寫的 一兩句 就這些令到 他更加覺得 那我繼續走下去 對 不信任自己 就繼續走下去 不是很一些 熱血 巴拉巴拉的事情 就是輕描淡寫地去的事情 我自己就會覺得很舒服 人生不是很多 很dramatic的事情 簡簡單單是輕描淡寫 但是一件事在這樣去 我覺得如果是輕描淡寫的 可能我自己就很習慣 就是 我要令 就是我自己的原則就是怎樣 就是可能看電影 我想 是會代入到那個主角想什麼 就是可能是 我會 期望就是 那個主角的 intention 是要好出 我知道那個主角的最終目標 是想做些什麼 跟著之後 我在 因為那個劇情的推進 它去到某一個 struggle 某一個難點 跟著之後它要做選擇的時候 才會令我覺得 真是很緊張 去到劇情的高潮這樣 但是 因為我覺得在那個過程中 尤其是它要犧牲做好太子之前 我覺得寧牙的那個角色 它沒有一個 令我很明白它 究竟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麼 什麼的點 就是我 因為其實你剛才剛剛說 就是說 那個麥吉仔的女生 她其實說 寧牙一定是在做一些很厲害的事情 但是寧牙有沒有表現到 就是覺得 就是因為是這句話 而令到自己真的想做關門師呢? 因為她原本是說她想做護士的嘛 那究竟她想做護士多些 還是想做關門師多些呢? 就是她沒有討論 就是沒有討論那個角色最核心的 那個動機在哪裡 所以去到後面的時候 我會覺得 尤其是我看《青天》的支持就是 我犧牲一個東京 又何妨我可以救到我最愛的人 是不是? 為什麼去到最後 如果我是寧牙 如果我真的很喜歡草太 喜歡到她可以犧牲我自己的 我不介意犧牲東京的一百萬條人命的 所以我會覺得角色的動機不夠出 所以就令我覺得很難投入 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 寧牙本身都是一個十七歲的女生 十七歲的女生 要求她有幾明確 我又覺得不需要要求 她這一刻 其實她不是真的要做關門師 其實她這一刻都不是的 她只不過是知道一定要找到大神 才可以令到草太變回做人 這個只是她想做的事情 然後因為沿途遇到 就會有一些門開了 現在草太她自己成為了真凳 她沒有辦法完全性自己獨力行動 那我就幫她一起去行動 其實是這麼簡單的 她不是說我一定要做關門師 什麼什麼 而是 你去到東京之前她都說 那要做 那就去做 這件事都知道 這個時刻看到這件事 當一刻我需要做到這個位置 就做 我覺得 有一個設定是存在的 但是她沒有強烈地寫 搞到菱芽有點像花痴 那個設定就是 其實菱芽都是地震的受災者 是啊 沒錯 是啊 其實如果她這個設定 講多深入一點點 其實她做這些行動 是會更加合理 是啊 為什麼她不像天氣之志 為了自己的 入愛的人犧牲東京 或者犧牲其他地方 因為她自己都是受災者 那她寧願為了愛的人 和其他人犧牲自己 就是如果她 設定放多一點在那個位置 那我覺得她放在那裡 都可以的嘛 所以我覺得她這個部分 是寫得不夠深入 令到私人有少許 有少許 這個是因為她一開波 不過她不想這麼快 去到讓你知道這件事 其實你是去到 看到最後的時候 知道311 和你走到東北那個環境的時候 這個也是我很欣賞的位置 就是 一開始 阿玲是玲牙的小孩 她是一個 都是 那個叫往生的世界 在那裡迷路 在那裡跑的時候 你看到有些船在家屋上面 周圍這樣 我本身都以為 她這個是一個 幻想的世界 或者在夢裡面 當塞路 所以才會有些 這麼奇怪的建築 或者這樣的 那樣的 那個色草很繽紛的嘛 但是去到東北的時候 去到 其實不知道是否正確是 先台 但是 都是大概 或者福島 但是大概都是那些地方 一個海嘯的重災區 那你會看到 那個區尾 依然都還沒有復原的 正確就是那個場景 那些船衝了上岸 然後放在房子上面 其實是Match 1 開頭的 因為她那時候還沒有去到 打開311 她那半日記 但是還看到 那個地震的畫面 其實就是她開頭的那個夢境 那樣 我想她不一 不說她 或者很開頭 說過她 但是她不想這樣扮 她是去到後來 她才會推翻這件事出來 那就是 如果 我不明白 凌芽真正心裡面 大神是這樣 有很多意見 又有左大神 又有大神 在給我們很多意見 在我們的節目裡面 OK 我可以 你變成了一張椅子 是的 你第二天就變成了一張椅子 小妖 是的 我們可以找你拍照 跟著 我想說是什麼呢 就是 因為她沒有說到寧牙 她作為一個受災者的想法 就是我是一個受災者 我當然不希望去發生這些災難 但是問題是 這場災難 帶給我最大的創傷 是災難的 死了很多人的本身 還是在災難裡面 我先失去了重要的人 你究竟哪一件事 對於寧牙的傷痛是最大的 那如果我覺得 我是不想見到災難發生 我覺得 總之要阻止災難發生 是priority的 那我就會犧牲做態 就是 但是如果我是覺得 我不想再失去這麼重要的人 那我就寧願犧牲一百萬人 的東京人 意思是這個 struggle 究竟是要 就是我看不到寧牙的創傷 哪一樣傷一些 就是哪一樣 才是她真正想避免的東西 所以其實很多事情就好像是 我要觀眾自己去擄補很多事情 你去解釋她的行為 而不是在那個觀影的過程中 我已經明白了寧牙的選擇 是從何而來的 那所以當然啦 有好有不好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 她因為這樣而犧牲了我 代入這套戲裡面的角色的感覺 所以這個就是我覺得 其中一個我不太喜歡的原因之一 是的 後期也是有講到的 不過我還是第一印象的問題 她第一印象是花痴的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太強了 是的 沒錯 接著我就覺得 可能中段都還覺得她的花痴 可能都要比較後期才會解釋到 但是又未必過我都會想到深入的 就是那個角色的質感 我覺得比較單薄 是的 所以那個after taste不是太好 可能這個就是我嫌棄的地方 我看的時候 我看的時候 也有Vita類似的感覺 那我就在想 究竟怎麼收課呢 因為寧牙她是想 不想地震 又不想草太犧牲 那究竟可以怎麼做呢 那原來就是大神變回石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我覺得是 原來這樣就可以解決這件事 有一種 怎麼說呢 好像出來 為什麼是這樣的 這樣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她 是的 好像Vita這樣說 她沒有很清楚地告訴你 就是什麼什麼 什麼行動 靈牙去做 她整個旅程的行為 其實我覺得不一定要開始穿橋 就是給一點點顯示 給觀眾知道 可能有關於地震 這樣就可能會整個橋通很多 真的沒有 是的 那Thomas呢 剛剛你也想好像有些意見 我已經 忘記了 是的 類似是這樣的 是的 如果你說是男女主角的 是的 或者我們剛才女主角都講了很多 那男主角呢 男主角應該大家最有印象就是 那張椅子 男主角我要讚賞 從村不斗 雖然我喜歡她 雖然我喜歡她 但是也都 我真心覺得她很厲害 配得很好 我想她這個角色其實不難 不容易配 她除了很開頭 她是人之外 其實她大部分時間 她都是一張椅子 然後她要透過一張椅子去演繹 那種的情感和帶動的劇情 我覺得從村不斗 其實作為第一次 她真的是第一次叮演 她其實真的很聰明 裡面好像加了很多 好多intention 一個人的情感 是啊 是的 沒錯 我會覺得男主角 那張椅子的形象 我都挺喜歡的 不斷跑 不斷跑 還有她三隻腳 我也很喜歡她一開始 可能她那種不適應自己身體的感覺 睡得很搞笑 是啊 她睡得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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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睡得很難以置信 是啊 如果出玩具我會想買 是 好像都會有 我看到如果是一些照片的話 就會是新海誠每次出現 去宣傳這套戲的時候都會戴著這張椅子 她還要打球 是啊 沒錯 電影裡面她是戴著一條鏈 很奇怪 她和那個年輕人玩的都很搞笑 沒錯 她一段是挺 挺甜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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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些年輕人 那個劇集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那些年輕人 總是覺得椅子有東西的 然後她們不斷用一些方法去測試 那個椅子是否要動 那譬如可能她們吃東西的時候 吃到一些東西到處都是 就是可能那些麵包 那些漢武包 快要掉的邊緣 那草態就會動一動 那些東西就不會動 就不會掉了 那些東西 但是那些小朋友 就會留意到好像要動了一下 然後她們就嘗試測試 把那些食物搭到很高 看看她們會不會動呢 來阻止她們不要掉 我覺得那個位置 形容得很可愛的 真的是 我對她做人的時候 她的感覺是有無感的 很帥仔 真的 是 同性相距 我對她的帥仔 她的狀態是有無感的 超帥仔 她的雷脂不得了 就是頭髮的蝦兒 我看圖片已經有個強烈的感覺 她是蝦兒 是 她有無感的 是 她真的有種蝦兒的感覺 因為蝦兒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覺得她很可靠 很厲害 但是你中途就覺得 她原來很脆弱 很小孩子 很昂貴 那這裡就是 我覺得她變了一張椅子之後 你反而覺得她這個人沒有那麼可靠 你會想保護她 你會想幫她 做她一臂之力 我覺得她變成椅子 我覺得那個人切都做得挺好的 男性角色我會喜歡她的朋友 陳澤多些 是嗎 我覺得很有義氣 而且不是很搞笑 是 後來很多少爺 是 後來很多少爺 都是她那裡來的 我覺得她早點出場會好些 就是早點幫忙做司機會好玩些 可能因為我自己覺得 因為講藝 勤澤這個角色其實是和草泰 是一個死黨的關係 我會想知道她和她對著 變了張椅子的草泰 會有些什麼的交流 沒有互動 根本沒有互動 是 根本沒有互動 這個就很可惜 我覺得 其實跟她和阿姨互動 勤澤是 是 混合阿姨 但是 是 但是 是這樣的感覺 是 有這個感覺 她特地是會形成這個感覺 但是我覺得 相比跟阿姨的互動 其實我本身是期待勤澤 和草泰的互動多些的 沒有 其實他們好像沒有聊過我 在一個故事裡面 就是沒有直接對話 好像 沒錯 沒錯 所以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 真的有一點點失望 就是這個原因 那阿樂呢 覺得草泰這個角色的素材怎麼樣 我對她的印象就是張鄧 就是我不太記得她人形 就是 真的不太深印象 她人形 因為我都 我又不是覺得很英俊 總之就是 就是我接受到她的設定是花美藍 很英俊的樣子 但是 你問我覺得 是不是很英俊 我覺得都一般的 她是很英俊 但是 她在我的腦海的印象就是 那張椅子 就是她的椅子 但是她都很盡責去做關門師的事 因為我覺得她 那張椅子用三隻腳跑很搞笑 因為有很大量的情節 她都是三隻腳的跑 然後她還說 我越來越習慣這個身體 我要抓到你的大神 我覺得很搞笑 而且我很喜歡她和那些小朋友的互動 就是阿菱牙 不懂得照顧酒館老闆的 那兩個 那對馬山小朋友的 然後阿草泰她 她說她是AI 全自動 怎樣怎樣 然後那些小朋友就 就說 就說 你可不可以做些什麼什麼 她懂得說話 然後阿菱牙就說 其實這個AI沒有這麼聰明的 然後草泰就很生氣 你講什麼話 我會喜歡她這些 就是明明她 現在是一個很高大 看來很可靠的花美藍 但是其實她變了張椅子的時候 其實她是會展露這些 會懂得吐槽的一面 我覺得挺喜歡這個人切的感覺 還有照顧小朋友這個 我又覺得 符合她本身想做老師 是的 是的 所以整個感覺完整個靈芽 有一個小位很容易的 就是她變成張椅子之後 連大神那條街追逐 那些人會拍照放上網 或者大神去到不同地方 那些人都會幫她打卡 跟著她靠這些東西追蹤回大神 就覺得這些位置挺搞笑的 這些位置很日本 是的 香港都是這樣的 香港的人都很喜歡拍貓 看到某隻貓店長就拍她 是的 那我覺得這些東西是 接合現實又變成 變成有用的劇情 可以做追蹤的功能 我覺得挺有趣的 是的 是的 還有劇情的發展真的有用 所以我到現在很深印象 都是一些關於椅子 關於貓的場景 是的 所以連大我會覺得 如果相比之下 其實男主角的那個角色 我覺得是完整過女主角的 整體來說 阿樂呢? 都是有窮感 不過我覺得她 我不知道因為她不想太分散 所以想了這條條理 這樣可以集中寫 寧雅的角色 不過她如果是的話 這樣的處理真的挺聰明的 嗯 沒錯 我最大的感覺就是 不如你做一張椅子吧 我見她變回做人 我都可惜了 哈哈 是的 我最大的感覺 哈哈 不要這樣 人家這麼帥 哈哈 但是都不是 真的暫時 阿力是可以犧牲自己 為了盛傳這個帥哥的 是啊 那整件事合理很多 是啊 就是這麼帥 另外還有要說 就是大神貓很重要的角色 我也都真的覺得 幸好她是貓 因為她是貓 她所有的東西我都可以原諒 哈哈 所以你剛才隔壁那個大神 都不斷說話 是啊 是啊 自然自己存在感 是啊 因為是貓 任何東西都可以原諒 如果她是個死小孩的話 我真的可以以她去死 你變成了波儀的話 我真的不斷了 是啊 是啊 我是靈魂 我都會馬上丟死她 哈哈 沒錯 沒錯 我們每個人都是貓奴 她都沒有做什麼特別的事 就是變了草態 做椅子 好啊 好啊 做得好啊 哈哈 OK 哈哈 我沒有意義上都認同你這個說法 還有她表現的態度就是 可能是好像 搞到她好像是所有災難的觸發者 是啊 是啊 前期你會以為她是導彈的 這件事 不是她引領靈芽去沙門 而是她在好一門去導彈的 這件事 是 沒有想過原諒 其實她是引領靈芽去上東北 去解開她的心結 等等 所以 所以 都是那句 幸好她是貓 很快 如果不是真的 很嚇我真的 但是不行了 這樣就扣了女主角分 因為她一開始 她到最後就氣養了大神 是啊 我很心痛 哈哈哈哈 哈哈 女主角不好 貓好 是 是女主角不適合 是啊 哈哈 我們一致的貓爐 開始亂說話 三一一地震 又怎麼辦 是貓最重要 哈哈 換回《天氣之志》那句 人命算什麼 是啊 人命算什麼 東京沉沒什麼事 貓才重要 哈哈 貓就是正義 是啊 貓是正義 幸好她是貓 是啊 就是答案 如果是貓貓 進了去表明 其實她對於寧牙 是一片好心的話 寧牙去選擇犧牲到東京 來去拯救貓 還有這個叫做男主角 不就變得很合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開始救了 應該是她推過男主角做棟了 一輩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跟大神多了幾個 一些幸福開心的生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大家 把很多一些個人的想法 都投入了去這個女主角身上 哈哈哈哈 反正男主角考試都失敗的 不開心 不如 反正到廢J 是啊 不如先過了校半身吧 不是 首先她不是考試 不合格的 她錯過了考試 哈哈哈哈 他考不了試 沒有去補考 好笑話 是啊 好像是補考來的 應該要重讀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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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師範這樣就沒有了 是啊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小瑤是 我真的不知道是補考 只是補考 讀最後一年 最後一個整個就行了 日本四年師範好像 你補考一次之後 不止補考一年 不知道要補考多久才可以再考 很麻煩的 這樣啊 這麼嚴重 是啊 日本師範是很難的 哦 不是我們好像讀大學 所以我真的失敗了一個課程 然後只有重讀的概念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概念來的 嘩 好可憐 是啊 那另一個我們應該比較喜歡的就是 琴澤這個角色 她的設定就是很喜歡聽一些超和音樂 真棒 是啊 這個是很特別 買什麼老爺車 總之她的樣子是花花公子的感覺 但是其實她喜歡的東西很舊 但是呢 其實又很日本 因為她設定是這個年代的大學生 就是現在這個二十幾歲的世代的日本大學生 其實很貼近她們的 整個設定是 現在她們其實很多時候都是聽回超過時代的音樂 尤其是在TikTok上面 為什麼會這樣 不知道 因為 我沒有認真研究過 但是如果你問 在日本現在的JK和大學生的Tran 其實她們真的回到八十幾歲的那樣的 原來我以為她特別 所以你好像很特別 所以你好像很特別 但是其實她其實都很現在這個世代的JK 甚至大學生的東西 所以她所有東西和現實 就是這套電影 她和現實世界的那個接軌點是很高的 就是很久了 就是這個角色 我想她想塑造是那種反差盟 就是樣子是怎樣 就是她的樣子就是那些很花花公子 但是她的興趣又很老餅 但是她心地又很好 又很關心草態 然後又用很多理由 去掩飾自己很關心草態 我覺得 你說 是有個朋友提回我才留意到的 後期好像她回程的時候 陳澤都是拿著一支煙的 但是她沒有碰上一支煙 那是因為 她阿姨和菱雅都是 免得讓她們吸到二手煙 所以她沒有碰上一支煙 所以她純粹拿著 所以這支煙都變成了一些溫柔的地方 我覺得那個反差都挺好的 所以很可惜就是她和草態 沒有什麼交集的地方 沒有交集的地方 可能是不是應該會有一些額外 那些延伸的 就是可能同仁 又或者是延伸作品 可能就是關於近襲 因為她對她的訴訟都多的 但是實際的功用就是做了長司機 就是勤澤我都很英俊 但是我不會特別 葡萄勤澤 我都挺喜歡勤澤 那另一個就是做凳專 你怎麼可以這樣都是草態的? 她做了一陣子 她做了一陣子就說 如果讓你坐你會不會開心 其實我想說坐草態這件事呢 我都覺得整件事是怎麼理解呢? 就是你在坐草態的哪一個部位呢? 她有踏過 有踏過 是啊 草態看到些什麼呢? 我不知道 是啊 到底是什麼位置呢? 很令人嚇想 是啊 我都有很多遏想的地方 這個我都吐槽過 就是哎呀 就是你 你坐草態的椅子 就是我們平時坐的位置 真的在坐草態真人的哪一部份呢? 我只想到大腿 大腿是嗎? 是 因為如果你變成無影椅子的狀態 這樣坐下去的話 就會是大腿 這是我想像的 哦 那倒是 應該是大腿 是嗎? 是啊 都很容易入 都很少少 很奇怪 如果變成椅子 你不會想坐它? 小妍 叫我問小妍 我怕它會爆 整個月地爆開 我會很受傷 我現在在說服它 它變成椅子好似 雖然椅子也很可愛 但是還給我一個人 我開心一點 ok 很尷尬 對 對 否則它怎麼跟騰債在一起 哈哈 是這樣 ok 原來是站另一個司機的 接受 好啦 接受 好 沒問題 嗯 好 那暫時人物還有哪一個? 她阿姨說不說少少 我覺得她阿姨也挺差 她阿姨就是說她在那時候地震之後 就收留了阿玲牙去養 是啊 是啊 那 突压了一些 還有阿姨也挺慘 可能是追著阿玲牙追了這麼久 然後她就是做阿玲牙最後一程的司機 就是開那一輛單車 是啊 還有一個位置我被她劇情或者某些畫面誤導了 她沒有一個位置是屌咬阿玲牙的 就是說她為了你十幾年都沒有拍拖沒有剩 然後今天你敢跟我說話 然後她不是一個位置爆發的 然後左大神在後面出現 我現在殺賴是錯過 因為左大神上到她的心 是啊 我也以為是 不是嗎?實際上 不是不是 你或者調方轉可能是左大神 未必是上身的 但是是 可能有一些影響力的就是 左大神令到她們爆了這些心底的畫出來 對 就是本身那些說話 就是無論寧牙或者阿姨的照片 都是她心底裡面的說話來的 但是一直都沒有說 但是左大神是 令到她們心裡面那一番說話 說了出來 我會是這樣理解那一段拍的 我記得寧牙對阿姨這份感情 她都是有放在心裡的 或者都成為寧牙一個會顧慮的東西 但是整套故事 整套戲就不是很大偏縮 這件事 純粹是某些位置在一起 還有那個大爆發的位置也說得特別多 那我就覺得有些可惜 如果你擺在這裏 又不是說得那麼深入的話 這樣 是啊 沒錯 好像很容易爆發了 但是很容易收尾 你勉強找個位置去爆發 如果是這樣我寧願 就未必有可能會好一點 不知道 這個大概的感覺 沒錯 大概人物方面就是這麼多了 是嗎? 是的 還有沒有其他一些要點大家可以留意到的? 如果沒有特別的話 可能我們可以做個總結 就是對於《新海城》這一套新的作品 在日本那裏的票房是 因為我還沒上畫之前 其實已經是覺得 哇 是不是真的這麼好看呢? 因為真的吹得很厲害的 又說破了紀錄啊 又說是《新海城》最新作啊 其實我對於《新海城》 其實在洞廢來說 都真的有一點點意義的 就是因為我第一次做節目的時候 就是講《天氣之子》 那這次我真的又是講《新海城》 那這次就是講《這個靈牙之女》 那我也覺得 都覺得《新海城》的作品來講 都對我挺有意義的 但是這次可能看完我作品之後 我自己覺得整體來講 我覺得《天氣之子》會好看一些 就是你說如果《天氣之子》 它都有範駁的位置 就是有時候我也都忍不住 可能想那些範駁的位置 但是我會覺得《天氣之子》的立意 是會令我感動一些 還有那個人物的那個性格會出一些 所以這次《靈牙之女》 我看完我自己整體來講 因為一些角色塑造的問題 又或者是我自己沒有什麼 可能對於日本的文化很了解 所以我看完是有失望的感覺 那大家可能再總結一下自己的感受 或者我先說 《新海城》其實我看過的應該只有《苗速》 《你的名字》和《日圖》 《苗速》其實我連記憶點都沒有 我真的不記得 我的記憶就是靚 但是靚以外我是沒有記憶點的 《你的名字》其實我都沒有記憶點的 我都是靚的 對我的記憶都只是靚的 我都是靚的 我都靚不到任何感動的地方來的 它觸碰不到我任何東西 整件事 除了很靚之外 靚了 我的概念是 如果你說我要看《男女主》的感情的話 我是認同大家講的那些筆的 就是突然之間這樣要生要死 是在劇情推進你很難感受到的 但是 因為我重點是回到它那種鄉土人情 整個日本它因為地震 然後它所現身的故事 各樣東西 我自己的感受位是很深 還有都是那句貓是正義的 有貓 所以很加分 可能Thomas 新海誠真的很喜歡跟天做敵人 上次就是天氣之事 都是控制天氣的神搞事 我覺得上次會好一點的原因就是 因為除了上次跟天氣有關係 其實《男女主》是人世間面對的衝突都不少 如果純粹我都沒有太大感受的 我純粹想看一部電影 會不會有什麼起承轉軟什麼衝突 那這套就都有 但是如果那個敵人純粹是地震或者憂人 我覺得作為衝突或者困難 它做出來的劇情未必會好看 或者叫單調了一點 但是整體我覺得那個製作是漂亮 劇情又不至於悶的 我看兩個小時都覺得時間都很快 那我覺得將期待降低一點點 那這套作份都是一個中上的作份 是 好 最後 阿諾呢? 因為我自己 其實對於三一一大地震 是來自另一部電影 叫做福島五十四時 那它教育了我 有一班人是很保衛地球 願意犧牲生命 還有當時的地震威力有多大 那我去到後面其實都 看完這個作品會覺得 明白為什麼這套東西會大收 但是我會覺得 如果我作為一個香港的觀眾 沒有什麼對日本的連結的話 那我覺得都是一個佳作 因為它的製作都很認真 其實它的故事 雖然我都覺得有缺點是不夠要重複的 但是你基本上 你不要很挑剔的話 其實都是蠻好看的 就是它有輕鬆 有認真 它的平衡做得不錯 所以我都是希望大家可以入場看 好 好 那大概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去到這裏了 是不是 那好了 影迷小長期到這裏 那我們下次再有機會和大家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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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